长荣海第三季的获利写下近两年新高 计增幅度更是高达了5倍 成长力道相当惊人 反而看好长荣海第四季 社会与耶旦旺季消费需求提高 再加上油价走跌 虽然逐步进入了淡季 但是在启动冬季减班之下 将可以有效的控制装载率 让营运维持成长的走势